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健康的渴求就会增强 随着每天愿望的改变 你无形界的部分也会跟着改变 在产生新想法或愿望的当下 内在的自己就会立刻跟上 如果你能像内在的自己般了解你的真面目 你就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新的愿望上 此时你会对生命产生一种渴望 内心变得更清晰 身体充满活力 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感受 换句话说 如果你能跟上内在的自己 这种连接的喜悦就会是甜美的 相反的 如果你没能跟上内心最新的进展 你就会因为这连接上的落差而感到不舒服 任何时候 你所感受到的情绪都是一种指标 它反映出你与内在的自己之间的频率振动关系 情绪会告诉你 你当下的想法与其发出的频率 是否与自己的本源频率相符合 当两者的频率相同或者很接近时 你会感觉很美好 两者频率不一致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会变差 因此 觉察情绪并了解它的意义 对意识的进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用很浅显的话来说 就是 如果想要在这一生活得喜悦 你就必须找出方法 让自己与生命想要你成为的相一致 生命的扩展永不止息 当你在生活中发现 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对金钱的渴求就会增加 你的频率暂存区也会立刻存入这个愿望 在你的生活中 每一件让你明了自己需要或想要更多金钱的事情 都会让你对于财富相关的愿望做出修正 如果你在生活中觉得自己的身体或外形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对身体改善的渴望就会增加 你的频率暂存区也同样会把这个愿望存放进去 如果你在职场上从人际互动中发现自己的人缘不够好 你会更加渴望人缘变好 当你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厌烦 就会更渴望换个能激起你热情的工作 当你看到同时升迁或加薪的时候 你希望受到肯定与赏识的渴望就会增加 当你没有重要的情感关系的时候 你对情感关系的渴望就会增强 当目前的情感关系让你痛苦 你对更合适的情感关系渴望就会增强 醒着的每一刻 你都会透过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来扩展自己的生命 而这种扩张是永不止境的 随着审视生命中的这些内容 你会发出想要变得更好的频率 你更大的自己 你内在的自己或本源 就会化成你的生命所要的样子 频率的调整是关键 在本书的前面部分 你常读到我们所说的 如果想要在这一生活得喜悦 你就必须让自己与生命想要你成为的相一致 这不仅是本书最重要的基本前提 也是你快乐人生的根本基础 当我们告诉人们 你缺少什么的时候 你对它的渴望就会增加 关于这点没有人反对 还有 一旦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关于这一点也没什么意义 然而你必须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你打造出快乐的人生 以及我们所讲的是一种心理过程 而非行动过程 也就是说 重点在于调整你的思想频率 而不是要你采取行动来达到结果 比如你发现钱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你去换工作 改变行为以赚取更多金钱 当你发现自己超出理想体重时 我们并没有要你实施严苛的节食计划 或开展密集运动以减少体重 当你努力工作却不受肯定时 我们并不是要你去质问人家 要求他们的肯定 或干脆辞职 再找个容易获得赏识的工作 让自己成为生命想要你成为的样子 与行动完全无关 而是与调整思想能量有关 关键是 你要专注在心愿望的方向 而不是老回头看着目前的现状 因为你就是想摆脱眼前的情况 才会产生心愿望 最后 你可能会受到启发 而采取某些行动 但这会是出自于调整思想能量 使振动频率一致而产生的行动 当你的频率与内在的自己相一致时 受到启发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美好 如果频率不一致 任何行动都会让你感觉困难重重 频率一致 每分耕耘都能获得美好的结果 频率不一致 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 最后你只会泄气地说 这根本无效